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夜如此親密 你會在哪裡 雨飄散風裡 心不忍離去 風吹亂思緒 心無法平息 傷痛的別離 把夢裡哭泣 Miss you my love Miss you my life 愛在心裡伴隨呼吸 Miss you my love Miss you my life 我會有一生守護記憶 風吹亂思緒 心無法平息 傷痛的別離 不怕夢裡哭泣 我死去 请你出去 若婷 要相信我 马上给我出去 若婷 昊哲哥哥 告诉我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告诉我 他还对你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这几天发生了 你怎么了 我的脚崴了 我家就在附近 你还能走吗 能 要不 你今天就睡在这儿吧 明天早上再走好了 那 那就麻烦了 你和他说了什么 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是什么 请让这个女孩子的愿望 都实现吧 我家就赢了 送给你 你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嗯 这两天就在海边和集市逛了逛 若婷 真的就是这些 嗯 不对 不可能 裴震东为了李贤爱 一直在调查三年前那场火灾的事 他不可能 不过你火灾的事 怎么了若婷 他问我了 什么 火灾 你怎么说的 我要告诉他 若婷 我要告诉他哥哥是没罪的 若婷 你听我说 没有人说你哥哥是有罪的 没有人 当年警察鉴定的结果 现场没有纵火的痕迹 那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可是 他说他有一份材料 可以证明哥哥是有罪的 若婷 你怎么可以相信他的话呢 我不知道 他这两天 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从那场火灾里 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 若婷 你告诉我 我哥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他很好 真的吗 真的 这么说 是裴震东在陷害我哥哥了 若婷 你今天是怎么了 尽说些奇怪的话 好 傲哲哥哥 我现在有点累 我想好好睡一觉 好 裴震东 你到底想干嘛 想知道火灾的事情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我 我就是来找你的 那为什么要欺骗若婷的感情 我没有 你这么做明明就是在利用他 我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图敬雨 是不是火灾的凶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闲爱也为了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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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这么说 更是为了你自己吧 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呢 我并不想骗你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实话告诉你吧 火灾当天我不在现场 那你在什么地方 这些应该是警察才有权利过问的问题 我要知道那场火灾的真相 我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请你告诉我 这不可能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相 所有的一切都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好了 我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些的 那么你是要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了 不错 我 我不会放弃的 半年前 我从美国回来 等待我的 竟是贤爱和图敬雨的婚礼 我爱了二十六年的妹妹 我的努力 我的隐忍 我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 可是到头来她却成了别人的新娘 那时候 我是不甘心的 后来我手上有了一些证据 把图敬雨指向了那场火灾 那时我很得意 我以为贤爱又是我的了 可是我错了 这大概就是每个人的命吧 不属于你的 终究不会属于你 贤爱对图敬雨的爱 更甚于我爱贤爱 在这样的爱情面前 我选择放弃 既然这件事情是由我开的头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在我的手上圆满地结束 蜂蜓在新娘的爱情面前 下面这下落定不该再摩折到家 这个侠Start代表你 uen前 从天ガコ上 historND 拖某某某某某某雅 独立成怒 你想要怎麼瞭結這件事呢 我也不知道 但求問心無愧吧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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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點 喊什麼喊 安靜點 有吃有喝的叫什麼叫 拿下我們 還得給你添添守著 拿下我們 你先看着 小心点啊 我上去厕所 我传惹了 你就替你这 distributed 你怎么会担心 我 Raptor 你担心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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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担心 他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你叫什么 外面的兄弟 瞅什么 哥们 有什么事 能不能给个人烟抽啊 好几天没抽 憋死了 要烟 对 你出多少钱一根啊 一百块 一百块 先把钱拿过来 行 那你给我来个三四伙 这两天也就够了 这钱不够 这是一半 一会儿拿烟换钱 等着 你 你 你 离婚 我要和土金玲离婚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还怀着孩子呢 您不用担心我 我自有我自己的打算 血外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爸爸当初 不是也希望 我和他离婚的吗 也好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镇东那边 我去跟他商量 他这么爱你 我想他是不会介意的 爸爸 别把镇东哥也扯进来 我想顺利地离婚 所以我有孩子的事 别让任何人知道 好 好 我明白了 锦衣 我觉得无论我怎么做 还是永远无法走进你的心里 还是永远无法走进你的心里 喂 你好 是我 李明毅 爸爸 对不起 我还是没能找到贤爱 不用再找了 贤爱已经回韩国了 不过 他已经正式决定跟你离婚 什么 你还是快点到首尔 来办理离婚手续吧 好 好 我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徒敬宇先生 李贤爱小姐已经在上面签字了 你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麻烦在上面签字吧 我觉得我自己 始终都走进你的心里 心爱 静语 求你 把我放进你的心里面 你要不在我心里 那又会在哪里呢 你还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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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都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续办好了 我先走了 离婚证我会寄给你 李先生 我先走了 送客 爸爸 不要叫我爸爸 请叫我吕先生 吕先生 让我再见心阿姨一遍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吕先生 请 请 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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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回山海 好 好 豪哲 静雨 我来看看若婷 她去海边了 马上回来 你先进来吧 行爱 你这是干什么 爸爸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你要去上海 不是 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去哪儿啊 去干什么 我要去济州岛的医院 做义工 行爱 当初你一个人去上海 我已经很不放心了 现在你一个人又要去济州岛 难道你真的不要我这个爸爸了吗 我从小娇身怪养他 从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 就请让我去吧 我知道 这段时间 你的心情一直不好 想换换环境 出去走走 要不这样吧 等我忙完了这阵子 我们就一起去欧洲旅游好吧 爸爸 我不是因为离婚的事才要离开 我是真的想要去做义工 我相信在那里 我会很放松 也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谢外 爸爸 我已经决定了 以前的我 一直被爸爸宠爱着 是个千金大小姐 结了婚以后 禁遇她 也从来不让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整天都养尊处优的 我本来认为 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在过着这种 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很多人 正在遭受痛苦 他们需要帮助 而我的过去 只有索取和得到 却从来没有付出过 和给予过 可是心爱 爸爸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很担心我 可是孩子总有长大的那一天哪 除妙 也总有 离开温暖的潮雪 去蓝天上翱翔的 爸爸 请您答应我 让我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吧 我知道 你总有一天会离开我的 可是外面的世界不比家里 你可一定要小心哪 爸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觉得累了 就回家了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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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打算到我这儿来住几天 贤爱呢 贤爱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怎么了 京语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别喝了 我这次来韩国 是来和贤爱办离婚手续的 你说什么 就在昨天 我们离婚了 为什么 可能 我跟贤爱的感情 发生了一些变化 最近发生太多事情 给我们来带来很大的压力 也许离婚对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 该怎么去面对贤爱 将来会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是 你是说 你会和杨光结婚 也许吧 不许放在所有地方 到底里面对他们来的 没关系 是 是 你有一个事吗 有没有事吗 有没有事吗 你去抢了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取一个问命 为什么好折 裴先生 裴先生 这边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来来 来 请坐 请坐 小姐 一杯咖啡 裴先生 你说你去哪儿了 为了你这大的事 你说我 我这命都快搭进去了 你说 你说这又何必 其实我 我当你是朋友啊 你看这我怎么好意思 咱们都是朋友 以后我也不好报答您呢 能说了吧 自然自然 不过这事说来话 你这样做的事 你怎么能做 你这样做的事 我就想问你 说什么 是什么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就想问你 我后来 你怎么办 我来说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陪哥一起去吗 浩哲哥哥 你去吗 我不去了 你们兄妹很长时间没有单独在一起了 浩哲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浩哲 我们走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我正在街上走 对了 就是去给你办事 走着走着突然旁边来了辆车 下来两个大小伙子 不由分说就把我架上了车 当时我还在想呢 怎么了这是 我京东虽说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 可是我没钱呢 你绑我干嘛 我跟他们说啊 你绑错人了 绑错人了 可他们就是根本不听我解释 车开了半天 把我送到了一个又大又破的仓库 你知道我在仓库看到谁了 阳光 阳光那会儿还没来呢 那么就是杜振明了 正是杜振明那老头子 而且一见面就跟我说 让我以后不要再纠缠阳光了 这么说 他知道了你调查阳光的事情了 那你怎么回答的 看那阵势 你说我能承认吗 咱俩谁跟谁啊 对吧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杀了几个人给我一顿暴打 你看 那你怎么办 我当时想啊 我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躺着地上我这眼睛一闭 你装死了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装晕 然后呢 后来从外面来了个人 这个女的 我听见这个女人叫杜振明外公 当时我闭着眼睛一听 这声音耳熟 所以我把眼睛偷偷地睁开一看 竟是阳光 竟是阳光 又看见 你温柔的笑容 又听见 你的心在跳动 好甜 虽然总是在梦中 我也静静地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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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短张的奢侈的心情 永远在一起 再也没有分开了 让时光都停留 我的梦 也用你入怀中 看你泪眼又朦胧 我的心痛了再痛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放手 我再也不放手 春天的火开满这一路 秋天的风将柔情吹首 我爱你 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歌 喂 浩哲 恭喜你 浩哲 你说什么呀 你让静怡跟贤爱离婚 跟你结婚 这就是你计划的最后人 我想我一定没说错吧 浩哲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想 够了 我听够了 我 青楼开满 不能熄灭心中的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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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婷 这些年 哥哥一直忙于生意上的事 忽略了你 哥对不起你 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使我明白事业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还有一些更值得我去珍惜 若婷 跟我回上海吧 让哥来照顾你 好不好 你不愿意和哥哥在一起吗 我不想离开这里 送给你 让我留下来吧 让我留下来吧 你说的是裴震东 对啊 上次我和震东哥哥来这边看海 他还叫我放风筝 若婷 我不希望你和这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 震东哥哥说他会永远保护我的 若婷 你太善良了 你不知道人世间的复杂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陌生男人的话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可是 震东哥哥他对我很好 而且 我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若婷 你听我说 震东他 我不听 我不要听 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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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能相信 杜正林怎么可能有一个寒意外孙女呢 佩先生 别说你不信了 我也不相信 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 所有这些我说的 绝对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我相信你不会编造这种无聊的故事 但是他们这种离奇的关系又如何解释呢 难道杜正明还有个韩国女 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过了 杜正明只有一个女儿 而且嫁妆不是什么韩国人 而是她的得意门生宋伟丽 对了 就是图敬宇的前任岳父 等等 你是说杜正明的外孙女 是图敬宇的前妻 对 图敬宇的前妻就是宋心仪 对了 就是三年前和宋伟丽一块被烧死的 那个中国女的 她才是杜正明唯一的外孙女 照你说的 杜正明唯一的外孙女就是宋心仪 那么阳光这个外孙女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时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不过 你不觉得这中间有很多蹊跷吗 你看啊 宋心仪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是崔浩哲 而阳光回国呢 也得到了崔浩哲的大礼相助 宋心仪的外公是杜正明 而阳光又叫杜正明外公 又看见你温柔的笑容 又听见你的心在跳动 虽然 虽然总是在梦中 我也紧紧的抓住 这短张的 这短张的奢侈的幸福 这一刻 让时光都停留 我的梦 也用你入怀中 看你泪眼又朦胧 我的心痛了再痛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放手 春天的灯火开满着一路 秋天的风将柔情吹奏 我爱你 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歌 前世今生不朽的传说 挥荡在每一个的角落 风雨再多 青楼坎坷 不能熄灭心中的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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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熄灭心中的爱火